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醒醒神 有没有客气 欢迎大家来到 第21届香港动漫电话节 创天同盟舞台座谈会 我是ToysTV的 Elman 大家好 今天创天终合群人制 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我们非常之有幸 邀请到 ToyGenius 国际漫画艺术家Pak Lee 和人气的日本科幻插画家 千神英桂先生 两位老师去参与 其实在动漫电话节里 大家都看到 比如Marvel DC 电影漫画变形金刚高达 Marcos 超小巧菜 其实两位老师 都是背后的幕后功臣 他们今天也会为我们 带来一个全新的故事 接下来 邀请 蝙蝠盒超人等 插画漫画的北美著名艺术家Pak Lee 和翻译上台 大家给点热烈掌声 欢迎两位上台 Let's welcome Mr.Bak Lee Pak Lee & Tanjin 先生 我也做回一个简单的介绍 日本知名插画家 天神英桂老师 其实负责过很多很多的作品 当中包括 超时空要塞 相关的玩具波沙工作 以及大家也常常常熟悉的 Bandai 高达 AMG Master Grade系列的波沙 都是由天神英桂老师负责的 其中当中 也有 原祖高达 RX782 熊渣古2 熊色异端高达改等 極受欢迎的作品 都是由天神老师的手笔 另外 Pak Lee 老师 是北美漫画圈中 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他创作过的作品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当中有包括 Marvel插画的创作 Iron Man X-Man Fantastic 4 Ruverine Punisher Spider-Man 大家都拐贼人口作品的插画 以及漫画 另外 也有DC系列的插画 比如Bandai Batman Superman的插画系列 还有最强的就是 他原创的变形金刚DW系列 漫画更连续 在北美六个月排名 是销量第一的 我们今天 也非常有幸 看到两位的真身 也有幸 可以看到天神老师 将会为我们 去即席揮毫 透过iPad 去现场 去做一个作画 首先 我们想要欢迎 这是我们的厉害 有两个优优 来参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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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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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know that 今次 其实 天神老师 会即席 为我们去画画 其实 天神老师 会今次 为我们大家 现场 立刻画一幅 什么呢? 没有开始了 现在就要开始了 可以开始的 可以开始 最初是 技术化的 话 一开始 可能谈你 轻松一点 好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今天 已经画了很多幅画 所以比我休息 已经画到手远了吧 其实 有一些问题 也想问 两位艺术家 我也想问一问 天神老师 因为天神老师 他不是第一次来香港 亦都相信 很多 在日本的设计师 他们都很喜欢 以香港的元素 摆入他们的创作里面 甚至以往 亦都有高达的作品 融入了大量的香港元素 其实 在天神老师眼中 的香港 又是怎么样呢? 是很难的 很难 How do you say it? 我喜欢香港 今年只有香港 三回目 他很喜欢香港 这一次 已经是第三次来香港 最初来的是 20年前 兄弟来的 第一次来的是 20年前 和他哥哥来的 对 那时 我已经受到香港 非常震撼 那是 文化震撼 所以 香港的能力 都给了很多 都给了很多 他一开始来的时候 就感觉到有很多 不同的文化 当中的一些冲击 不过 他由香港人 都得到很多 不同的 燃料 和能量 香港人 还没有 香港人 都不可能 但 其实 在某些作品 中的 CG 部队 香港 空连城 部队 中的 部队 有些 都是 虽然没有画过 和香港有关的画 但他有画过 一部短片 是CG 一个movie 就是和香港有关的 好 那 那 那 其实 那 我也说回 今次的主题 始终 两位大师 联成 其实 对天神老师来说 他今次和日本 以外的设计师合作 那 和过往 日本设计师合作 当中 有没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Pak Pak 是 本性的 是香港 或者香港 等 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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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可能想不到的方法 例如是一些 design方面 和颜色方面 他们可能有一些 新的 原来 香港 と違って 日本というのは 本当に 単立民族国家 日本人ばかりなので 外国の方と 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する 事件 本当に少ない 所以很刺激地獲得很刺激 日本比較多都是日本人這個民族 應該佔一個很高的比例 所以其實是很難得有機會和日本以外的人一起合作 這次他和李先生合作得到很多靈感 都學到不少的東西 好的 另外我也想問Panley老師 為何你們兩位突然間有個想法 不如做一個合作吧 究竟是甚麼引發到你們兩位有這樣的合作呢 所以我們想知道 你兩位有什麼影響這個項目 去參與一起合作嗎 我的背景是主要有很多 Transformers I have been working on Transformers brand in the US TENGES background also with Macross, Gundam and many other type of robot projects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we're both inspired by the same kind of robots ever since many many decades ago but we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so we have different style our own style so when I met TENGES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we both love drawing robots so we say hey why don't we get together and do some different like you do a robot project together righ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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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a very good match 剛才Pay Lee老師他就說他之前就有做很多變形金剛的創作 天神老師他也有做超時空妖賽的創作 兩位突然之間有一次機會見面 他們就我們兩個都這麼喜歡一些巨型的機械人 不如我們兩個的風格又不同不如我們合作試一試 看看有沒有一個新的火花出來 另外我也知道Pay Lee老師他就有畫一些人形的英雄 以及有一個機械英雄 其實兩者在創作上究竟有什麼分別 所以什麼的分別 between robot heroes and human human beings heroes 什麼的分別 between these two when you do your creation Well I mean there's two different there are two very different types of anatomy which is robot is more mechanical and then superhero is obviously very you know flesh and bone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the style is very different however when you're drawing robots it's very important to create robots with emotion and it'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do that you have to do that by action and angle and color to basically figure out like how to capture the emotion of the robot for human it's much easier because as we are human beings we can easily identify emotion by face facial expression and action so it's very very different 剛剛Pay Lee老師就說他其實在創作畫機械人英雄和畫人英雄的時候 其實畫機械人英雄是更加複雜的 因為在各方面各方面都有所不同 反而畫人相對地也比較簡單一點的 我另外也想問回天神老師 其實天神老師以我所知 他除了有做畫作之外 插畫的動作之外 剝殺的動作之外 他另外也有做一些聲優的工作 其實兩個工作的範疇都很不同 那為什麼又會開始這個聲優的工作呢 我本來也想成為演者 十代的時候 那他一開始呢 其實他十幾歲的時候 已經是很想做演者或者是做聲優的 嗯 那養成所裡通過 那他雖然很想去那些培育聲優的一些專門的學校 那他雖然很想去那些培育聲優的一些專門的學校 嗯 那職業的時候 我同時到大學我外出發 大學是運動工程的 那他剛成完學之後 他大學是事實的形式 計劃工程的 在大學外出發 結果那個 construction 他在大學畢業後都暫時未找到好的工作 所以他會繼續做 由三歲開始做的就是畫畫的 他同時開始學習如何做演員或配音員 發現其實學習如何做配音員這個過程都幫助他畫畫很多 因為在培育升幼的學校他們可以學習如何把自己的訊息帶給其他觀眾 因此為何現在是在美加設計畫的演員上 也有很多工作 查理英文這個緣故他經常收到offer 可以做一些和MECA的動物有關的星優的工作 另外我們又很無期 其實在進行星優工作的時候 電影演員需要好好投入那個角色 可能要揣摩那個角色的心理 代入角色才可以進行配音的呢? 是 需要 很簡單的問題 當然是 會怎樣去代入角色 會不會用一些什麼方法 還是說 我看了一個劇本 我自己冥想 還是會不會用你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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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有特別需要 是一定要整個人進入那個角色的 自然地 那 那 最重要的呢 都是要自然地 令到那個角色是生存著活著的 嗯 嗯 那 那 我 那 那 那 如果 看回他的Gundam的Boxer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其實是畫著一些真是生存在那裡的一些角色 那 那 天神老師會不會說 可以馬上示範一些聲優的表演出來 給大家看一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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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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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就會示範他 Hunter Hunter 所演的一個叫Boreln的一個角色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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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後面可能會出現一個大猩猩的一個化身 那他現在將會表演出他那一句台詞 我會成為三人文 就是這樣 非常厲害 非常有震撼力 完全大家都感覺到 你叫我名字嗎? 你? Taturi 很厲害 非常感謝天神老師即席去表演一次 其實在配這個星優工作當時 當中有沒有發生過一些特別深刻的趣事? 你叫我名字嗎? 等ですね あの 関智智一さん 知ってます? 関智智一さん 關晋賢先生 とっても有名な役者さんなんですけど Garoという作品でご一生してたんですね ずっとregular 那位配音員官先生 非常有名的配音員 那位配音員官先生 那跟天神先生 在一個叫Garo的動漫 是有合作的 嗯 その時に 自分の番を見失っちゃって 俺とって言って出てくるんですよ 那他呢 有時候呢 就會發現 可能遲了小事 然後發現 到我了 到我要配音了 然後突然出了 でも その台本を見たら 何にも書いてないんですね 不過其實 看回他的台本 看回他的台詞 根本什麼都沒有寫的 でも二回目やった時は もう尺 尺 尺 尺って分からない 尺も 演技も ぴったり合うんですよ 不過 之後 看回關先生的表演呢 他無論是 口型對口型的位置 還是他講的 表情達意 其實都是很完美的 嗯 いつも すごい裏裏 ふらふら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もう やる時 ビチって決める すごい人ですね 關先生 就真的非常之厲害 因為平時 可能很散 很輕鬆 很輕鬆的語氣 講話 不過其實一度 真的要錄音 那時候 就真的會做到很完美 嗯 非常之 感謝天神先生 去分享 去升級的工作 那 未來其實 有沒有什麼角色 哪類型的角色 天神先生 會想挑戰一下 啊 啊 そうですね あの すごい 悪い やつで 長生きする 他想做一個 非常非常之艱的 壞人的角色 還要生存很久的 很難死去的 壞人的角色 明白明白 那 那 也都感謝天神先生 分享 那另外呢 其實我又 走回來 我又想問回 Pattie老師呢 因為我自己對 這個漫畫 非常之有興趣 有很多問題 其實都很想問的 那 Pattie老師 畫過的 超級英雄 都真的非常之那麼多 那其實 你自己 個人來說 你有沒有說 哪一個角色 是你自己 特別喜歡的呢 啊 啊 所以 among all those superheroes and characters you have created which one of it is your favorite? 那是很難選擇 那是很難選擇 但 我認為 我認為 所有的 時間 我花了 工作 不同的 comic book titles 我會說 D.C. Warner asked我 做 Batman 那是 2006 2007 那是 那是 很誠心 工作 因為 從我 小時候 收藏 雲 我一直 想想 畫 Batman 所以 我 做了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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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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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都工作上《Batman》 所以很可怕觸碰到《Batman》的屋子 但非常有趣 我工作了一位寫作者叫 Jeff Loeb 他是一位最好的寫作者 在美國的《Comets》 所以很誇張地工作 剛剛Panley老師說 其實在這麼多的《衝擊英雄》之中 他自己個人最喜歡的就是蝙蝠俠 在2006年的時候 他有幸跟DC合作 做一個蝙蝠俠的創作 其實當時他自己覺得很大壓力 因為之前有很多已經很出名的藝術家 也有做到蝙蝠俠的創作 但他自己個人來說 他自己最喜歡的就是蝙蝠俠 另外 其實除了蝙蝠俠之外 我也知道你有做這個 Transformer的創作 那你… 就是… 安柏文 Optimus Prime 這麼多不同的版本 之中 你自己應該大部分都已經是… 就是… 畫過了 那你自己本人來說 比較喜歡哪一個版本 那你喜歡哪個版本 你喜歡哪個版本 很簡單 我生了看 Transformers G1 芸蝠俠 quando我小時候 我會說 我會覺得 G1 Optimus Prime 是… 是一定是我的最喜歡的 但我沒有喜歡 我沒有喜歡畫像其他《Optimus Prime》 但《G1》的故事是我的幼稚圖 所以是一件事 很多人感到有關的 我沒有多少次畫像《Optimus Prime》 但無論多少次你畫,你畫得很輕鬆 剛剛佩利老師說,其實畫過那麼多版本的變形金剛的奧帕文 但他自己到最後都最喜歡的G1版本 即是G1版本,即是最原本的版本 無論畫多少次都好,他都覺得很棒 我看到天神老師已經準備好,可以開始去畫畫 我們可以轉一轉,讓天神老師可以開始畫畫 剛才也在舞台上演了,但今天我來解釋一下 今天我來解釋一下,請大家介紹一下 雖然他剛剛畫了一些畫 他現在跟著我來,一邊解說一邊畫畫 請稍後 難道我一天二次的現場畫畫畫 medications 這樣就要寫著一次畫畫畫畫 他沒想到一天要畫兩幅畫畫,很累 他沒有遇到這樣 我以為今天不需要再畫畫了 放心狀態 所以,不好意思 剛才有很多落脾氣,我反省了 這是Macross的Valkyrie 這就是Macross的GoTV 大約5分鐘 大致上是畫5分鐘左右 這類型的都會畫 這類型的都會畫 少許薄的看不見 好,我會畫一個Mega Mecha 然後我會示範畫很大型的Mega Mecha 對 大約... 普通落脾氣是剛才的樣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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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不是太多时间 所以可能就简单少少画 因为表演完了之后相信大家都已经会画的 回到家请各位画一画 这个如果画了五分钟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变成了 这个是谁也能做到的 LINE ART和战画是需要练习的 所以练习的练习 那画到这里其实应该谁都画到的了 不过如果要再画得漂亮点就需要一些锻炼了 就请大家自己练习 这就会变成色 色的方法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同 在油颜色方面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 就算是你先生也好天神老师也好都完全不同的 今天就会示范Glizaiya Method的方法 今天就会示范Glizai Method的画画方式 首先是 ロボット的部分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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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了这个位置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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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開始可能就油了比較淺的藍色和深的藍色的話 到了後面就很難調整 所以畫灰色做一開始是很重要的 那麼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由光和暗組成的 那先做一些影子吧 做暗的部分 人畫的時候也一樣 如果畫畫的時候想讓人看得清楚一點的話 最好就是正面那裡不要太過暗 如果同樣的家族或男朋友在外面 在外面看得比較淺的 就很像你們跟家人或男女朋友出街的時候 都是比預期說是很光的一些燈照著 都是在夕陽底下會比較漂亮的 去年去到法國去到法國 有一些比較驚人的事情 對 法國人畫畫是非常厲害的 對 法國人畫畫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畫畫畫畫畫就很厲害 所以畫畫畫很厲害 所以用來自在赤道直下的國 上去到法國 大家有一些很簡單的畫畫畫畫畫畫畫得比較淺 所以光其實都是魔法的一種 所以大家請珍惜和重視光 那差不多光暗的部分已經正好 是否可以保持我? 對嗎? 有時請大家對我看 好,照顧你 真的嗎? 等一下 請大家坐下 想我拍照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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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不,不,不 其實,你... 沒有 沒事 你沒事? 既然天神老师在画 我也有点问题关于这个MegaMega 其实是想问回那个故事的 我也想问一下 我知道故事创作 这些老师也放了很多心血进去做一个创作 也知道他是在环绕女性的一个驾驶员 其实你也知道大部分现在很多机械驾驶员 都是以男性为主的 如果用乐于性驾驶员 其实你需要不需要折腾一袋 进去女性的角度去看一些事物 想想故事 所以我们想知道 一般的骆驾驶是男人 但这次我知道MegaMega 女生在男人之间 她们在男人之间 男人之间 女人的女人 几个脸 我认为一个很趣 我认为 包括奉驰 有很多人的故事,有些人的女性 但我們在我們這故事是關於家庭的關係 和姨姨的困難 當你被被困在很困難的情況 而所有事情都會引起責任的責任 what's the situation and the politics behind the family and how do they fix all the problem together as a family and it may be different from how men would do it maybe female reactions may be different so this is how we play with the story and we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like what will the what will they do so it's um i find it's just a little bit twist of a different dimension of story yeah that patti 老師剛剛就說其實他真的有特別去想過 那這個是一個創作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看東西的角度都不同 那因為男士和女士處理事情的方式或者看東西的角度都不同 所以他的故事的角度都會不同的那他今次會比較在重點說回 那個女士的家庭在那邊做一個出發 那就是講回那個家庭的故事那跟那個high general之間就是他們的女性駕駛員的爸爸 那之間那個一個家庭的問題他要怎樣去解決呢 那有時候可能跟男士都不同了 那這個就是始終都是一個故事的創作上面必經的地步 And also I think it's like as artists it's very fun to draw like female characters And it's just yeah there's just so much so much you can do with it I just think as an art piece it's very sexy And also very looks looks really cool to see like female pilots piloting like big robot like mech warriors That are designed to for destruction so it's this very kind of opposite where you know women are very elegant And you know also very strong too but like appearance wise like very elegant and soft but And then you have this very giant robot that's mechanical and they're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So I like to put in story I like to put these two elements together 那跟這個老師剛剛說那其實呢 作為一個藝術家他覺得畫女性是很好玩的 因為有那個發展空間很大 而且女性駕駛員被人感覺是柔軟一點溫柔一點的 但是呢機械人他有很硬正的東西 那兩樣撞在一起就覺得非常之有趣 那想看看裡面當中會產生一些什麼作用 那樣的化學作用 那我知道這次其實這個 這個MegaMega 第一部就是一個玩具的創作為主 已經出了這個figure出來 那未來呢其實除了玩具之外 會不會有什麼其他的延伸 那我認為我們想要做玩具 但我們知道我們會在做遊戲 我們會在做遊戲 我們會在做 comics 各種類似的東西 一種的目標是 我們會在做一個電影 所以我們會在做一個電影 所以我們會在做一個電影 我們會在做一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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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電影 我們會在做一個熱烈 在你的電影 但沒有噴射angled 用了它的筆 令它化開一點 然後Meka 必須硬物的出現 人間と違和反射的反射 其實畫機械人和畫人不同 因為機械人 反射很重要 臨時突然動的角度很大 反射用時 它在哪裡 在哪裡 什麼事情都知道 所以相反 如果可以好好運用這個反射的功能的話 其實就可以畫到很好的 はい ということで 大体陰影を付け終わりました 差不多就已經加好了光的補法 次は 色をつけていきましょう 再加上顏色 色はそうですね 一番メガメカの このFOXの一番多色の青からつけていく 首先就加藍色 最多的 はい これはベタ塗りですけど これをオーバーレイで重ねましょう 嘗試另一種藍色 はい 普通こ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んですけど このレイヤーに赤色の色を使っていきます 其實平時就不會直接造的 不過今日就直接在上面加紅色 はい さっきちょっとステージでね 時間が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バタバタしましたけど ちょっと丁寧にやりますね 剛剛在台上就不太清楚剩下多少時間 不過現在他就會慢慢的 很仔細的畫 はい 80年代の日本のロボットというのは ほとんどが赤と青と黄色で構成されています 80年代的機械人 日本的機械人 都是主要以紅色、藍色、黄色來組成的 はい 実はアニメ会社で使える色がほとんど すごく少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が理由で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ね 其中一個原因呢 可能是当時的動漫公司 沒有那麼多顏色可以選擇去使用 うん 昔のデザインは 前と後ろからガチャーンってやって バーンってやって作るので それで作れるデザインにしろというふうに オモチャ会社からも命令でみんな作ったんですよ 以前的話 就會將機械人的前面部份和後面部份 一開始拆開畫 之後再合板 這樣的一個手段來做的 現在都有人 可能會 很多公司都會叫他 用同樣的手法來畫 はい はい 次は黄色です 下一個就黄色 うん うー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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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あの いろいろなベテランのデザイナーさん メカデザイナーさん とお付き合い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昔は三角と丸と四角しか使っちゃいけないって言われたそうです うー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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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はあの昔のロボットはとても簡単にできているという理由でもありますね うー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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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畫兩字畫 PAT是完全不同的塗製方法 PAT是質問的 請繼續問李先生問題 與此同時 大家都看到天神老師的即場作畫 也差不多結尾 但大家看到一些畫作的時候 其實有時都不太上氣 因為PAT是老師的畫風 可能會偏向歐美的風格 可能天神老師會比較日系風格 你覺得兩者其實歐美風和日系風 最大的分別會在哪個位置 所以 Mr.Panley 你的工作是比較美國風格 但在天神先生 他的風格是比較日本風格 你覺得 有關於美國風格和日本風格的分別嗎 I mean, there'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n comic art and Japanese comic art There's one thing I A long time ago like in 1997 or 1998 I saw how Japanese art was becoming ver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n our company what we did was We merged Japanese style art with American style and then it became very popular what we did so and then after that like it became many many different artists were starting to use this kind of style but actually yeah during that time we mixed the two styles together but yeah in terms of the style of the art is you know because I'm influenced also by Japanese art Tenjin is already Japanese so like you know like he grew up since he was a baby you know with Gundam so and many different Japanese cartoons yeah so but there are yeah when you look at the two robots they're very very they have similarity but they're also very unique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which is which I think is cool 你好啊 我願在在台上拍攝中 pattie老師就說 其實他很小時候已經受到日本的文化 也有影響到他 其實呢 現在他們很多時的創作都已經是 將歐美風和日系風兩者儘量去融合出來 成為了一種新的風格 對於Pattie老師來說 他都非常之喜歡日本風格 他也覺得 有些羨慕天神老師 因為從小到大都已經是 受到日本的文化 因為天神老師是日本人 受到日本文化的浸淫啊 小小已經接觸到高達 對於Pattie老師 對於Pattie老師 當時的文化 是 所以就決定了 在這個畫面上就不太明白 但現在是白色的影像 或是紅色的影像 完全不同的印象 雖然可能比較難看得清 但現在是在調整不同顏色的 一些陰影的位置 那是那些主人公 大家可以選擇 其實見到如果你用 紅色的影子和藍色的影子 其實分別是非常大的 那選哪一個來用呢 就是看你自己想畫 什麼樣子的驚雄 然後中間有無限的 Highlightという Highlight線 他現在就畫上Highlight的線 這個是畫機械人的時候必須用的 細細細細進行 光沢感出現 非常美感 我又會試在地上等 如果加了這些線之後 很細心地加了這些線 就會發現 會看起來真的很像一個機械人 嗯 如果是否不適合 如果進入的地方 可以看起來很安安 所以大家請注意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如果你加錯地方的話,就突然看起來很便宜,會看起來不太靈 大約是這個樣子 差不多齊了 而且,其實機械人眼睛的眼睛比較好看 如果機械人的話都是閃閃亮的,光的眼睛會比較好看 例如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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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突出他的眼睛 然後就這樣 接著就現在開始拆回多餘的部分 這樣做就會覺得眼睛會在發光 好,我現在有新的Trick Trick? 對 今天是 對 對 然後 我喜歡這部分 在十多二十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這麼完整地畫到一幅畫出來 OK 非常好 謝謝 很簡單 是很簡單的嗎 請大家回家也知道畫 大家記得回家可以練習一下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老師們也是這樣說 大家記得回去試一下 另外 我亦想 大會有些獎狀 可以頒給兩位嘉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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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紀錄 可以用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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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uccess everyone. 這樣吧,也謝謝兩位嘉賓 佛登專誠來到這裡 也都可以為大家做一些這麼漂亮的創作 我也代表大家多謝兩位嘉賓 未來其實兩位嘉賓 會不會再有機會來到香港 有發展更加多的新的作品呢? 當然了. いただきます. 這是肯定的,一定會再來的 其實是香港的姿勢 為了香港的姿勢 這次是特別為了畫香港的真實模樣 而來到香港 好 也都在這裡 預祝兩位嘉賓 這個project會成功 之後更加成功 也都多謝各位觀眾 多謝觀眾來到這裡看 也都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